2018年的苹果发布会 乔布斯手指在第一代iPhone上又滑了动作 彻底解锁了往后十几年的手机形态和竞争格局 同一年 比亚迪也造出了一款改变汽车行业的产品 全世界第一款量产插电混动汽车 比亚迪F3DM F3DM创新采用了P1加P3的插混架构 与之搭配的是一台来自于比亚迪F0上的 1.0升三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另外还搭载了一块16度的电池 全电续航60公里 充电只能通过家用的220V 充满的话需要7个小时 尽管F3DM的技术形式前所未有 但是在那个燃油汽车如日中天的时代 这辆车的出现却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不过这个局面很快就迎来了变化 因为仅仅一年之后 中国汽车行业将会因为一个政策而发生巨变 它就是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示范推广应用的意见的实施 政府将设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创新工程专项资金 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和推广给予财政补贴 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补贴的形式 来推动中国汽车研发新能源技术 通过走一条不同的路 实现对国外汽车产业的弯道超车 中国的新能源之路也就此拉开序幕 时至今日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无论是技术实力 供应链体系都是遥遥领先 近几年尤其是插混车型增长非常迅速 2021年到2023年 我国插混车型销量数据都是连年上涨 插混车型的销量占比 从2021年的17.22%到2023年占比超过了32% 全年销量更是达到了233万辆 到了今年依旧保持着高速增长 仅一到四月 插混车型销量就已经达到了111.5万辆 增幅高达84.5% 而插混销量爆发的背后离不开家车企 就是那位量产插混技术 现在如日中天的比亚迪 而这三年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分别是 27.3万辆 94.6万辆 143.8万辆 每年都是爆发式增长 可以说比亚迪一家车企 就撑起了插混车型的销量 今年一到四月 全国插混车型销量为111.5万辆 其中比亚迪的销量为50.2万辆 意味着国内每卖出两辆插混车型 就有一辆是比亚迪 今年5月28号 比亚迪第五代DM插混技术发布 46.06%的热销率 2.9升的百公里油耗 以及超过2000公里的综合续航 再次震惊业绩 而增程在2023年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增程式电动车的销量增至62.7万辆 其中销量增长都来自于理想和问剑两家 他们携手卖出了47万辆 占比超过了一半 不得不说这股由比亚迪 理想和问剑掀起的混动浪潮 推动了整个汽车市场的插混进程 并且已经展现出了抢夺燃油车市场份额的驾驶 但插混发展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年才活起来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要搞清楚 为什么之前的插混车型卖的不行 其实答案很简单 那时候的插混车型 就是新能源政策下的产物 当时虽然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还提供大额补贴 但彼时中国汽车市场还是燃油为主 无论是插电还是纯电 销量都非常低 所以车企们自然也没有什么动力去做这件事 纯电技术还不成熟 市场接收度也低 车企们更多的还是想如何用更低的成本 去打造插混车型来迎合政策 所以那时候大多数的插混车型 都是基于燃油车进行改制出来了 最简单的就是在变速箱中 加一个PR电机 赋予一个不大的电池和低功率的慢充 纯电续航基本就在50公里左右 因为只有达到这个条件 才能达到政策红利 虽然当时购买这的车 可以享受补贴和专属的新能源牌照 来避免现行 省了牌照钱 但除此之外 实际用车体验就很差 尤其是开起来 首先是这类必连的插电混动 没有自发电的能力 电池的电量耗完 就只能依靠动能回收 或者不到5000瓦的交流慢充来补电 所以当电池的电量用完之后 电机基本上就只能起步发挥一下作用 更多的时候 还是发动机拖着电机和电池跑 动力更差 油耗更高 有电龙没电虫 也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另外 经由50公里的NEDC纯电续航 虽然宣传层面打的是满足上下班的通勤 但是实际使用也就30公里左右 根本满足不了日常城市纯电通勤的需求 再有就是价格 因为电池成本的原因 那时候的插电混动车型相比于燃月板 都普遍要贵上个五六万 即便是加上国家和地方的最高补贴 依然还是要贵上不少 加之插混车型大多集中在紧凑级区间 且轿车居多 但这个价位的消费者又往往十分看重价格 注重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更贵的插混自然不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也就北京上海这类现行的城市会稍稍多一些 尤其是在网约车诞生之后 插混市场不温不火的情况 终于在2021年迎来了转机 首先是特斯拉Modo3国产和一众新势力品牌 开始交付之后 国内纯电新能源销量大幅上涨 渗透率逐步攀升 达到了13.44% 要知道在2020年 这个数据仅仅只有5.4% 一年之间翻了一倍还多 数据大幅增长也证明了这期间 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接受程度变高了 与此同时 这一年比亚迪正式发布双模战略 琴Plus DMI上市 11.38万的起收价打响了插混的崛起之战 成为了当时卖的最便宜的插混车型 基本上做到了油混铜价 插混不仅可以提供纯电 哪怕当油车开也更省油 用车成本更低 同样价格下 插混在燃油车面前 竞争力已经高出了一个层级了 这年一同暴增的还有理想 首款增城市插混车型理想万 开启交付的第二年 就实现了月销破案 成为了新势力中销量最高的车企 2021年一共交付了9万多辆 一举间列的理想在增城领域的领先地位 如果说比亚迪的崛起 是因为把插混做到了燃油桶价 用更低的售价建立起了插混的优势 那售价30多万的理想万 崛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可能你会回答说是因为增城 但其实理想并非是增城形式的开创者 无论是2021年上市的雪佛兰沃兰达 还是2014年推出的宝马i3 都要比理想万早上不少 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年前 一位名叫费迪南德保时捷的 德国老人的奇思妙想 而理想万能够成功的最本质的原因 是他在用打造纯电的思路去做增城 在他出来之前 基本上所有的插电混动 包括增城 基本上都还是油车的思路 电池很小 纯电续航很差 而理想万非常大胆地用了 一块40.5度的大容量电池 可以提供180公里的NEDC纯电续航 比那些50公里续航的 一下翻了三倍不止 真正实现了城市和城汽的纯电覆盖 加之国内纯电发展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消费者对于纯电的接受程度 也越来越高 但较短的续航 和波式很完善的充电设施 让大多数消费者 还是对于沉电产品 有着比较严重的续航焦虑 而理想万的出现 恰好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大容量电池 可以提供堪比纯电的用车体验 增城的形式 也解决了续航焦虑 并且理想万还开创性了 增加了快充 解决了以往PHEV充电慢的问题 开出去即便是没电 也可以很快地实现补能 让PHEV真正做到了 可以当纯电车开 加之不错的智能化水平 让它一下成为了那个时间 想要接触智能心的元汽车 消费者最合适的选择 一炮打响 让理想更坚定地 看好了增城这条路线 于是也就有了后面的 理想L7、L89 和最近刚上的理想L6 而其他车企 在看到理想的成功之后 也开始从最早的 质疑增城 然后理解增城 对于加入增城 其中深蓝更是喊出了 增城是混动的 终局方案的口号 但除了长安深蓝 以及出自东风的蓝图 其他采用增城动力形式的 基本上也都是新势力车企居多 例如问界 林跑 哪吒 吉时 以及前不久官宣了 要加入增城的至极 新势力车企如此忠于增城 背后的原因 还得从目前几种主流的 混动类型说起 目前汽车行业的混动 主要分为轻混和强混 轻混就是电机不参与驱动的 比如几年前十分流行的 48伏加BSG或ISG电机 行驶还是要依靠发动机 降低油耗的作用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更多的还是为了 应对欧洲的排放法规 在国内市场 自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我们还是重点聊一下强混 强混就是电机可以参与驱动的 强混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不能插电的叫HEV 能插电的叫PHEV HEV方案主要是以日系为主 这道混动还是以发动机为主的理念 电机作为辅助动力 然后配一个容量很小的电池 最具代表性的 比如丰田的THS 本田的IMD 以及日产的EPO 这三种分别是 功率分流 串并联 增程类型的混动系统 其中丰田的功率分流 解释起来相对比较复杂 它紧急靠一个ECVT的行星齿轮组 就可以达到功率分流的效果 非常的巧妙 PHEV插电混动则是中国品牌居多 毕竟世界上第一辆插电混动车型 便诞生于中国 跟HEV相比 PHEV更看重于电驱 发动机反倒是辅助的角色 插混根据动力结构 有串联 并联和串并联三种 其中串联和串并联 也就是上面大多数新势力车型采用的 增程插电混动方案 这种结构发动机不参与直驱 仅带动发电机来发电 P3电机驱动 如果四驱的话还会多一个P4的电机 电池可大可小 需要较高的放电功率 优势是机械结构相对简单 可以跳过变速箱 早期有雪佛兰的沃兰达 后期代表有理想 问界等新势力 另外目前还未形成大规模商用的 氢燃料插混 也可以看作是增程的一种 氢气作为原材料 由燃料电池堆来进行发电 作用等同一增程器 至于串并联在结构上则相对更复杂一些 因为发动机要参与直驱 所以会有变速箱 目前基本上大多数中国传统品牌车企 都采用的是串并联的方案 比如BRD5代的DM炒混技术 广汽的GMC2.0 其锐的CDM 上汽的DMH 长城的HiFord 随着中国品牌的插混取得了成功 现在盒子品牌也开始跟随入场 例如上汽通用就推出了 串并联插电混动产品GL8PHEV 相较于串联 串并联的优势在于除了可以实现 纯电驱动和增程充电之外 发动机还可以参与直驱 而且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 来匹配单档或多档变速箱 灵活设置直驱的车速范围 这种结构在高速功能下驱动效率更高 同时在溃电状态下动力依然有保障 例如在城市这种走走停停比较多 比较复杂的功能下 可以更多的采用纯电行驶 让发动机扮演增程发电的角色 来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 缺点是结构相比串联会更复杂 机械层面的成本也会略高一些 目前大多数老牌自主车企 会采用插电式串面联的方案 因为它们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上 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供应链体系 具备技术和成本优势 不过也有像比亚迪这样的车企 既有DM的双模超混也有串联增程 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 现在纯电都在追求更快的充电速度和低能耗 那插混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 很简单 那就是更低的油耗 更长的纯电续航和更快的充电速度 插混想要做低油耗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提升电区的效率 能耗更低自然需要发的电就更少 还有就是发动机本身通过技术优化来降低油耗 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热效率 热效率越高 意味着发动机可以将汽油的化学能 更多的转化为动能 自然油耗也就更低 就比如前不久比亚迪发布的第五代DM技术 其中关键的一个指标 就是49.06%的发动机热效率 只看参数已经是全球前二的水平了 仅次于马自达的那个50%热效率的压燃发动机 从插混兴起之后 可以看到各家都在追求更高的发动机热效率 之前国内最高的是蓝图 热效率45% 相信也有人好奇 为什么到了混动时代 发动机的热效率就能大幅提升 之前的燃油车做不了吗 其实如果只追求热效率 燃油时代早就可以做到了 因为现在这些插混发动机 也都是之前的那些技术 例如阿特金森加米勒循环 集成式钢盖 超高的配油压力 滚动燃烧 降低钢内摩擦系数 CVVT可变证实 以及后面的电子气门等等 插混之所以能做高 主要还是因为插混发动机 需要面的工况更加简单 而纯燃油车的发动机 因为要满足各种速度下的动力输出 例如起步加速的低扭输出 还有中高速状态下的动力响应 发动机要配合变速箱进行工作 所以热效率并不是纯燃油车唯一的追求 需要在效率和动力性之间进行平衡 那插混发动机就不需要考虑的这么复杂 因为有电机和大电池 非稳态工况都可以用电机来输出动力 发动机就只需要在高速这种稳态下参与驱动 即使经济性比较好的区间 同时也没有太高的功率需求 发动机更多的还是满足串帘连式的发电需求 而这种工况下 大多数情况也是相对稳定 所以插混发动机 只需要考虑串帘发电和高速直取 两种工况下的动力表现 发动机的工作特性相对简单 所以能够更单纯的去追求热效率 往后我们肯定能看到 越来越多更高热效率的发动机 50%的热效率 只日可待 至于电驱层面 想要降低能耗 基本上也就是目前纯电车型的类似方案 最有效的莫过于使用碳化硅 比如这次比亚迪DM5.0 在高配车型便会采用碳化硅的电机 来降低能耗 另外DM5.0还有一个创新的点 除了P3电机 这次他们还让P1电机也参与驱动 比亚迪在P1电机和发动机之间增加的一个离合器 断开之后 既可以避免电机反托 总耗发动机的动力 同时P1电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驱动 离合器结合之后又变成发电机 一击扮演 多个解释 碳化硅和驱动上的创新 能让整体的效率提升不少 还有就是可以升级放电和充电倍率更强的电池 例如深蓝汽车 今年就会在自家的增程产品上上车 3C电池 来提升插混车型的充电速度 既可以保证短时间电池补充更多的电量 同时纯电驱动下动力响应也会更快 虽然插混现在很受欢迎 但是市场上也诞生了一些 插混是过渡技术的言论 那插混真的是从燃油到纯电的过渡吗 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对于很多第一次接触新能源车型的用户而言 一步到位上纯电 很多人还是存在着续航焦虑和充电不变的问题 而插混在这方面则有着天然的优势 毕竟遍地的加油站 主能便利性还不是当下充电所能比的 而且目前国内充电设施的配套 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例如广东 浙江 江苏 上海 山东 湖北 河南 安徽 北京 四川 这10个省市地区建设的公共充电桩 占比就达到了70.12% 并且这其中还并非全都是快充桩 截至2024年4月 中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达到了297.7万台 其中慢充桩166.1万台 快充桩只有131.5万台 这也意味着在国内很大一部分地区 想要快速充电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尤其是西部和北方地区 西部地广人稀 充电资源相对比较匮乏 北方天气寒冷 天然不适合纯电 而既可以用电又可以用油的插混 在这些地方就很合适了 至于续航焦虑 纯电想要长续航就得配个大电池 车价自然也就上去了 要知道2023年中国汽车市场 车价在20万以下的销量占比达到了69.2% 虽然现在网络上人均BBA 但现实世界中 便宜量大才是中国消费者真实的选择 而小电池的插混则可以凭借着成本优势 在价格不高的同时 依然能够提供一个超长的续航和低使用成本 而更高价位的插混车型 相比纯燃油车 因为有着电池的加持 也可以带来更舒适的用车体验 最简单的 不用再担心住车没有空调水 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应该都能够看到 燃油、插混和纯电三种技术并行 大概率插混和纯电的比例 会比燃油车还要更高 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担心 插混是不是过度 毕竟体验好的才是好技术 那既然好 它也就不会轻易被淘汰 2008年 国内汽车市场还是合资的天下 中国品牌基本上都是中低端为主 能出个B级车都是大新闻 想要挑战这些来自海外的品牌 如同天方夜谭 然而16年过去了 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主品牌凭借着新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已经成为了更强势的一方 反倒是合资品牌不得不降价求生存 11万的军威 12万的凯美瑞 放在三年前那是想都不敢想 现在回首 不得不感叹国家开辟新能源路线的明智 以及比亚迪当时的勇气 虽然这16年的时间里 我们在探索新能源的途中 经历过迷茫与混乱 但好在目标始终建立 也真是这份坚定让中国汽车工业 在新能源领域成就了如今的领先地位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文涛 这里是四十澳车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